Hello,今天我们做莲藕炖排骨 排骨洗干净呢,清水里先煮一开 那有的人呢,喜欢给它在清水里泡一泡 这样泡一泡,然后呢,这个血水倒掉就直接煮了 那还有些人呢,喜欢直接煮 煮开以后呢,这个上面的一层膜把它撇掉 水不倒掉 那我是喜欢煮一开,把水倒掉 家常菜,个人有个人的做法,没有对错 然后排骨再洗净,再换清水 放几片姜片 一个葱节 大火煮开 煮开后,我们喷料酒 然后转小火,开始焖煮 那有一个说法呢,叫煲三炖四 也就是说,煲汤要三个小时这样 那一般头一个小时呢,它的肉腥味就会去了 然后我们分批把食材放入 一般来说,不容易煮烂的先放 就像今天的莲藕 那放凉藕前呢,我们先把葱接拿掉 藕洗净切片 切成这样厚厚的厚片 放入后呢,转大火 人不要走开,就傻傻的在这里等 一会儿就开了 然后我们再回小火 慢慢煮 最后呢,我们放一把小红枣 红枣呢,煮一个小时左右,正好 煮久了,就会开花了 那这锅汤就不漂亮了 没有兴气了,像隔夜汤 好了,三个小时后 这锅汤就可以上桌了 我们可以再撒一点葱花 提香真色 那如果一顿吃不完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先盛出来 再撒盐 红枣最好全部捞出 浸泡隔夜就不好吃了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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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